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走了 慢点慢点地下那么滑 你刚刚狗子撒娇了 狗子 你地下都是鸡屎 起来 起来 啥狗 这个活胜一个 你是个 大耳朵 你看你是个大马犬是不是 多帅啊 十七啊 看绑纳洋男的 但是他现在爱钓毛 他胡子都白了 好像老了 是不是 你看胡子都白了 你说你年纪大了 你还这么调皮 你看他 下边的胡子全白了 下边的 看一下他这毛 这么多 还要退掉很多呢 我的天哪 这么厚 这是谁的毛狗子 你自己的毛 你再看一下 看这么多 还要再继续竖毛 好 自己找了 给你吃好吃的 我家这个石鞋特别聪明 现在跑一边玩去了 咱们跟他做过游戏 这个大鹅蛋是毒的 非常香的 很喜欢吃 还有一个面包 还有一个柠檬 过来狗子 你闻一下这什么东西 来先闻 来闻一下 嗯 他不会咬的 等一下给你吃啊 这个柠檬啊 这个柠檬啊 闻起来 哇 又香又酸 给他开个胃啊 石鞋 你这样喂他 他不会吃的啊 石鞋 来面包 好狗 来石鞋面包 来 好狗 感觉不对 来石鞋面包 好狗 来还有面包 来 面包 好狗 柠檬你得开胃 知道吗 人家狗子都吃柠檬 来 鹅蛋啊 来 好狗 鹅蛋 来 石鞋 来 好狗 他 看我在 看在我手里拿着 他试探一下 拉牙慢慢咬 你先闻 没让你吃 No 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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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听话啊 No 没让你吃 No 石鞋呢 它是非常灵 非常狡猾 非常聪明的一条狗 它聪明到什么程度呢 他会察言观色 他看你的表情开不开心 比如说 石鞋过来给你吃吧 他肯定不过来 他站在那 石鞋过来给你吃吧 咬着我 就过来了 他看你的神经 他的眼睛还站在转 他在思考问题 我究竟应不应该过来 然后每次 比如说他吃着骨头 正在咬骨头 他不护食 咬着骨头 你让他吐 他马上就吐到那里 然后呢完全都 不动了 他等你说吃吧 然后就马上吃了 他偷吃过很多吃菜 我把我视频拍礼饭 之前我经常拍那些大肉 放到厨房 围去肉不见了 他装没事一样 我就怎么证明他 我说石鞋来厨房过来一下 他只要跟我过来厨房 就跟他没关系 只要是他不来厨房 我那一坐 他只要他存货了 他就肯定就是他偷吃的 石鞋是个好瞄的 等以后咱条件好了呢 让他去上学学点技能 是不是 这个凤梨一开袋就闻得好香 在水果桥市啊 咱们买凤梨不便宜吧 是吧 咱们这款凤梨便宜到家了 这么大个 大概三到四个 三十块刚刚猪头 他不上个算的 上斤算的 然后呢 现在呢 咱们给他洗一洗 试吃一下 刚好不好吃 不好吃呢 咱就当一个视频上一看 我就不给大家提供 如果好吃呢 咱就上车了 这个凤梨啊 咱们已经洗完了 现在呢 我教大家一个非常便利的方法 去吃这个凤梨啊 不需要一个一个洞去抠它 先把两面给它切开 这个凤梨已经洗好了 现在呢 咱们马上验货 它究竟好不好吃 然后给大家顺便分享一下 凤梨怎么切才更便利呢 有的人在那里 一滑一滑的在那抠洞 太麻烦了 教大家一个便利的方法 两面去头 中间一刀 沿着这个纹路啊 一刀一刀切开 然后我们再沿着反方向 这个纹路再继续切 看这样多方便 这就可以吃了 方便吧 哇这个凤梨好吃哦 香味很浓 然后呢 水分大 甜度也比较高 看一下咱们这个方法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真的特别好吃 咱们吃水果呢 就要吃甜当中带有微微的果酸 大概能达到八成甜 然后里边微微的果酸 特别好吃 吃任何水果 咱们不能吃纯甜的 一口下去 没有一丝果酸 甜的不得了 那就是打甜蜜素的 这种果是正常的 好好吃 水分特别大 切完之后就这么大条 入嘴里之后啊 大小刚刚好 咱有很多朋友想吃凤梨啊 他也不想买 哎呀 这个回家一个一个 王虫哇 好费劲啊 就按我这个方法 你直接切开 横一刀 交叉一刀 搞定了 咱们想吃这款好吃 价钱又亲民的凤梨啊 在橱窗下呢 或者来制服店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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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